你敢相信吗 如果华语乐坛没有这几位中信封女歌手 那绝对无聊至极 80年代的乐坛女歌手们保守的长裙长发 千篇一律的甜美嗓音 早已让观众们提不起兴趣 中信封潮假小子打扮因此应运而生 谁承想原本不被看好的短发造型居然一炮而红 发展至今依旧是乐坛亮点 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一下 乐坛究竟有几位中信封女歌手吧 说起中信封女歌手六个字 Ella真的可以说是其中的元老级人物了 出道时因为看腻了千篇一律的长发造型 为了更有亮点索性一剪子下去 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假小子造型 没成想一次的冒险尝试 竟然让她成为了当时乐坛中最特别的一个 虽然如今看Ella长发飘飘的温柔样子 早已跟假小的三个字不沾边 但又有谁不怀念那时的他们呢 如果说Ella是中信封的领军人物 那李宇春就是在她之后第一个因此吃到红利的歌手 05年参加超女以冠军的身份出道 直到现在依旧是各大晚会邀请来压轴演唱的存在 但在当时论唱功 她的冠军之位做的还是有些虚的 但架不住她的粉丝多呢 当时又是完全透明的粉丝投票 她不拿冠军才怪 也因此只要看到李宇春翻位第一或是压轴演唱 都有年轻的朋友发出疑问 到底是谁在喜欢她呢 跟李宇春同期出道的周笔唱 同样是中信封的代表人物 她甚至连声音都很中信 而且大众对她的认可度要比李宇春高很多 这当然要归功于她一直在不停地参加音宗 展现她步步高升的唱功 而且每次都能成功留下几个神仙舞台 让人爱到不行 张云金的中信主要体现在她雌雄难辨的声音上 虽然她的偏爱很火 但因为没怎么有现场版 所以不少人都以为唱这首歌的是个男生 如今她迫于压力留长了头发 但依旧没有得到什么好的资源 可能公司又觉得长发的她没什么特点了吧 刘雨昕应该算是年轻歌手中最火的一位中信封女歌手了 早年她靠着舞蹈到处比赛的时候就是完全的假小子打扮 如今做了idol她这还算是收敛了 不然怕是参加男团选秀都阳刚过头了 视频最后还有哪几位中信封女歌手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吗